当我们进入到Adobe Illustrator Adobe的A,Illustrator的I 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这个新的画面 这个新的画面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个新件 当然你会发现说 这边还有一个最近使用过的CC档案 其中它有一个C就是Cloud的意思 前面那个C是Creative的意思 Creative Common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协定 也就是说当你已经设计好的图片 就直接发布出去让别人去使用 好了,那我们现在先点这个新件 来去新产生一个空白的文件 让我们来去作业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点这个线条图和插图 这个是空白文件 如果你今天要做的网页 或者是你今天要放在行动装置上面 这都是比较小的档案 好,我们建议当时使用这个 为了今天上课的一个流畅度 我们是使用线条图和插图 那在这里有很多种不同的尺寸 A3或者是B版的尺寸 我们还是使用A4 就是大家比较常使用到的这种A版的A4 4号子的那个尺寸 然后这边有一个建立跟关闭 这样我们就打开了一个什么 空白的一个文件 好,那接下来呢 上面的一些功能跟左边的功能 我先暂时跳过了 因为我们应该是要直接朝作品导向 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画画图的话 你可以先参考一下 我大概先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大概要上课的一些内容 像例如说上课的范例 我们等一下第一件事就要画这张 画这个T恤 好,那这个T恤画得好不好看 重点是那个你基本的使用技巧 所以等一下我会特别教你 如果你真的不会就请你点完 就是了不起就画直线 好,点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第四个点 第五个点 这样可以了解 就是一直画直线就对了 好,先画个形出来就好了 那接下来你看我们这边有画一个衣服 好,那我们再去看一下还有 还有像例如说这个国旗一个旗子 但是你有没有感觉这个旗子呢 它是皱皱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被抓皱的这种感觉怎么做上去 接下来我们再画一颗 例如说在沙汤会有的一个树 好,那那这里面 当然你不可以一片一片叶子在那边慢慢画 它就是怎么做的 它是用定义笔刷的方式来去做 好,那接下来呢这个范例就多了 例如说画一个纸箱 画个汤圆 一个碗里面有汤圆 画苹果 从这边开始就要画立体的东西了 然后画一个展示架 展示架上面有一个 例如说海报 海报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样子贴上去的时候 它不仅是比例 它会自动做调整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光 只是在这个地方光可能比较没法呈现 至少在这个看板这边 有没有看到这边是比较亮的 这边旁边这些线条都是比较暗的 好,那如果你会画这些东西 在其实我早上我还要再画一个那个酒瓶 酒瓶 好,那酒杯啊 这是酒瓶上面那个软木塞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再教你 至少会画这个香蕉 为什么要学会画香蕉 因为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叫网格工具 然后我们可能就简单的带你们去画一个 也许是卡片 好,一个小作品 当衣服上面加那个字 那也算是一个作品了 好,所以我们就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要带领你来去做的 就是衣服咯 那你是不是可以先从网路上 先网路上咯 你先找一个衣服 衣服 然后的图片 随便你 你高兴要哪一件衣服都可以 像这都画直直的 重点我是要请你画出这些线条 所以你可以选择这一个 你可以选择这一个 这个就比较有设计感 每一个线条都是曲线的 你有没有发现 好,那挑战比较高 这个是最最基本的啦 或者是你可以挑一个什么牌子啊 这边就放一个Logo 好,放Logo 那Logo也有字式的一个位置哦 那我们现在为了上课的一个方便 我们就画这个简单的图片好了 那就点它 这边是不是变成一个大图 那如果它不让我贴上的话 那我就先把图片先另存起来好了 它是一个JPG JPG 然后你们应该可以复制贴上吧 好 比如说转到文件里面 然后接下来 在这边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JPG图片的 所以点选字入 把刚刚文件里面的图片叫进来 好,然后先暂时把它缩小一点 其实我刚刚已经贴进来 只是因为这图片太大 有发现哦 好,我先把它缩小好了 缩小 那如何缩小 如何缩小 就是 请你们先把图片贴进来就好 等一下我再将你缩小 好,请你们画面 还你们先做一下 如何放大这一块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放大镜 所以我们直接这样拖曳放大 这样就放大这一块了 那你会说到时候画出来会不会变成有那个锯齿状 不会 这边所有绘制的结果 通通都是向量物件 所以不会有锯齿状 好 所以放大之后呢 放大之后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开始选择画图 画图 所以我要把画面还给你了哦 所以我们先动手做一下 放大 透过这个显示比例 透过显示比例 然后去拖曳 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范围给放到最大 接下来呢 我就画这个衣服的形状 所以要用什么工具 钢笔工具 钢笔 右下角有一个往右下的三角形 有看到哦 按住它 现在你要左肩按住它哦 然后移到最右边 有没有一个往右 往右的这一个三角形 然后这边放开 我的意思是说 我要把这一个这四个工具哦 经常使用把它钉在我的工作板上面 第一件事情呢 如何画这个衣服啊 好 所以我就先选这个钢笔工具 好点一下钢笔工具之后呢 我可以点 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 对不对 我点了一个点之后呢 这边是不是有第二个点 可是 第二个点 我建议各位不是用点它 而是用按住 按住知道哦 因为它是曲线嘛 所以你是不是要往左上来去拖曳 左上来去拖曳 有看到哦 是不是拖曳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拖曳到这个地方 那个曲 那个横线是不是变成曲线了 变成曲线之后呢 接下来你会不会希望要往左下来去画 所以这时候要左手按住AUTO键 改方向 改方向 改方向有看到吗 AUTO键按住 改方向 然后这时候 你画画的那一只手 右手 可以放开滑住了 然后 点这个地方 可以吗 这边是用点的 接下来是不是这个地方 也是点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点一下 这边点一下 这边点一下 剩下都是用点的 这边点一下 剩下都是点的 把那个结构点点完 然后点回去 第一个点 好 你的一个衣服的形状就画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是面积的颜色 面积 知道 好 这个边框是什么 这个衣服 边边的线 来 麻烦呢 麻烦当你选到它的时候 当你选到这个的时候 对不对 好 这边 右边是一些相关的功能 你可能也要会 像例如说 这边这个就是色票 色票 你可以挑选一个 你喜欢的颜色 好 当作是你的边框 那可是 内容 现在 因为我们要先把结构画出来 所以 这个内容 我要选择 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怎么做呢 在这边就有一个 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 那 顺便讲一下 这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 最近一次 最近一次使用过的颜色 最近一次使用过的颜色 请问 请问 现在这个内容 内容 刚刚是不是白色 对不对 它就记录你刚刚使用过的颜色 这个是 漸层 漸层 那接下来呢 你还可以去做对调 对调意思就是什么 这个内容颜色跟边框颜色对调 好 边线设好了以后 请问一下 有时候我们在画衣服的时候呢 我们也做一个小小的设计 怎么设计 我们会做那个圆领嘛 你该知道就是说 这个地方做一条曲线 这个地方做一条曲线 我们不请你们再画 再用钢笔工具画了 我们用 橄圆形工具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先 这边 这边 第几个工具 123456789 其实我觉得 第几个一点都不好 你应该知道就是说 这边 它是不是有一条 就是浅浅的一个分隔线 这上面都是跟选有关系的 选 挑选 挑选 选面积 选节点 选毛点 我刚一直都在重复 有讲到的字 是选 跟选有关系的 这边就跟画有关系的 有看到 这些就是跟画画有关系的 画 例如说 当你今天要画 画椭圆形 按住这个矩形 按住这个矩形 然后呢 拖曳到这个椭圆形 可以哦 切换工具了吗 切换了 切换到椭圆形 然后接下来呢 画一个椭圆形 多大的椭圆形 那个圆里 你现在可能会问一个小小的问题说 老师 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开始画 就是 我是不是抓到这个点 我是不是抓到这个点 好 我先禁止 为什么抓这个点 这应该是你们想要知道的原因 好 其实哦 那个 椭圆形 它左边是不是有一条 就是最左边会有一条那个趋势 这个叫什么线 这条线 下面也会有一条 就是 水平的最低线 跟最左边 是不是有最左边的这条 那个 渐进线 好 那 其中的交集 那个点 这样画上去就对了 好 所以 比如说我从这个地方画到这里 是不是画了第一条线 可以哦 可以吗 画了第一个椭圆形 有看到吗 为什么画到这边 画好了 接下来 我要画第二个 第二个知道吗 第二个是不是要更小一点 的椭圆形 好 我们来看 怎么画 好 我们先做一件事好不好 下面是不是有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我们先锁定起来 不要再动到它 因为那是我们的模板 好 所以 麻烦请用第一个工具 第一个工具可以哦 点 点这张图片 点到了哦 好 就是第一个工具 点到图片 然后请选 物件功能 锁定 选取范围 就是把刚刚选到那个范围锁起来 锁起来是什么意思 我就不会再选到它了 因为它被锁起来了嘛 可是我们看得到 看得到 但是不能伸掉它 好 所以请点 选取范围 好 你现在哦 你在这边点十下都没有反应了 可以吗 好 我现在呢 我要画一个 比它更小的圆形 看得出来哦 好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画 首先 点到它 点到它 然后 Auto键按住 Auto键按住 你这样子很单纯的缩小 缩小 所以呢 所以应该是要先把这个物件呢 先编辑拷贝 再编辑贴至上层 然后Auto键按住 缩小 可以吗 我应该选别种颜色的线 不然你会 刚刚要是选红色 你会觉得 奇怪我怎么在这边又多了一条线 我选蓝色好了 请问一下 在这一件衣服里面 衣服里面 假如我现在希望这个 这个柄子 是红色 所以你是不是要这一块面积 对不对 再来 你要不要这一块面积 也要嘛 对吧 可是外面这些都不要 对不对 好 当然这衣服 你通通都要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教你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就是 怎么样去 把这些我要的区域 叫出来 找出来 好 有一个 在CSU以后就有这个很棒的功能了 首先我们 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区域是我们要的 这个区域是我们要的颜色 再来这个领子 这个领子 有人可能会在这边做一个区隔的颜色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要把颜色分成这一块 然后领子的这一块 还有衣服的这一块 三块颜色 怎么做呢 先选到全部 怎么选全部 这边是不是有三个物件 好 从这个地方选到这个地方 只要选到一点点边 我先沾上一点边 就代表要选到了 只要沾上一点点 拼得懂 好 我就选到了 这是这套软体 很独特的地方 接下来 要再数 一定要数工具 我要用这个工具 除一下 12345 12789 141112 131415 1616 17 第17个 这个今天完全要讲不到 这透的是 今天先只能介绍到3B 这个工具叫做 叫做 形状渐变程式工具 CS5以后就有这个版本 点它 接下来请你记住一件事 今天我所有问你特殊键要按哪一个 都是Auto Illustrator的功能键 特殊键的使用 通通都赋予给Auto Alt 如果将来你有机会学 那个 叫做 拷软体突然忘记了 拷软体 拷软体 全部的辅助键都是Ctrl 好 不过今天等一下我要问你 那个 你将回答Auto就对了 这套软体 通通都是定音Auto 好 首先 当你现在游标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它会自动 自动把这一款 请问我上面有没有选到 这边我都没有选到 有看到吗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 好 所以在这边是要加 所以就点它一下就加好了 你就产生了一个面积了 好 点一下 那这里面是不是要点一下 可以吗 要让它变虚线 有看到那个虚虚的 好 这个点一下 这边又有第二块面积了 第二块面积 接下来在这边 点一下 这样你有第三块面积 可以吗 那外面你是不是不想要 外面这些是不是都不想要 按哪一个功能键 按哪一个功能键 就变成- 就是拿掉的意思 按哪一个功能键 Auto 可以吗 来一下按住Auto 键 从这个地方 你 你与其点 干脆只用拖曳的 我通都不要 帅吧 哇 那时候我们4月15 当时我还在去这样教练 大家要起力鼓掌 这以前要花多少时间 修节点 修到眼睛都快 那个很不舒服 好现在直接刷一下 没了 很棒吧 有机会你们去画那个很精致的线 他会说你都会知道 好了 为了这个功能 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办例 为了这个功能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填红色了 你希望这个边边 这个边边有一点点那个红色 这个男生 就是 跟助教做这个 这个颜色 就是一点点不同的颜色 对吗 一点点不同的颜色 可以知道吗 就是 这个边边会做不同的颜色 好 那怎么做 我们现在快速的再做一下 我们现在快速的再做一下 来 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叫衣袖 衣袖这个边边这样做出来 所以呢 所以用这个线断工具很快 从这个地方切到这边 可以吗 然后呢 继续画另外一条线 从 请问一下 你们是由左画到右 还是由右画到左 还是随便 最好不要随便 好 例如说 我 我比较习惯都是由左画到右 所以呢 我就在这个地方 脱异到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是画了两条线 有没有 画了两条线 那比较长的线 当然你也可以画刚刚好 对不对 你只是为了要告诉别人 我说 对我就只要这个区块 OK 那我的习惯是 我会多画一点点 我会多画一点点 好了 那既然要画我们下面这边 是不是也可以加一条线 设计 设计 对不对 设计 好 接下来 请用第一个工具 选取工具 我们把这些内容通通选到 这些内容通通都选到 然后接下来 又是要用这个 这个 刚刚我也忘记了 第几个 就是 形状建立工具 好 记得 这个地方要点一下 就代表说 我这边有一个区块了 这边我要点一下 这边我也要点一下 那你现在 点好这三个区块之后 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 用这个工具 把这个 这个 多出来的线条 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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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这个 这个线条 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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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感觉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分别要填颜色 比如说选到这个衣服 选到这个衣服 假设你们喜欢什么颜色,你就填什么颜色 我先选到这个边边 先选到这边 然后接下来呢,蓝色的话应该配什么边边 好,例如说,这边 假设我也是配红色 好,那这边呢,我也是设红色 所以,为了要跟它颜色一模一样 所以就要用吸管工具去吸 你不能在这边点了 在这边点,一定有色偏 一定要用吸管工具去吸 然后接下来再选到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小区块 吸管工具去吸这里面的颜色 哦,还有一块哦 还有一块不要忘记了 上面这一个 上面这一小块 吸管工具去吸 请问一下衣服是不是就要画好了 可以吗 然后请把这个衣服啊 请把这衣服呢,群组起来 怎么群组? 物件底下,组成群组 这样这一件衣服啊,就被我们画好了 那 那 我们不做抓咒的国旗 抓咒的旗子 我们来做那个抓咒的衣服 可以吗? 可以吧 意思是一样的啦 可以吗? 衣服画完了吗? 那 你们自己如果可以画在上面再加个什么 NYMU 年轻人 赶快动手做一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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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设计 T-shirt 这样会做什么 戏服 所服 怨服了吗? 大概会画出来一个样板的吗? 对不对? 好 这只是一个形啦 继续 继续 我们来做那个抓咒的感觉 抓咒感觉 好 你们回想一下 我们知情 我们先 用第一个选取工具 好 左上选到 你刚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你刚刚是不是在这里 对不对 好 因为我们现在是不是要选到左边 你可以透过下面这个卷轴 下面这个卷轴 可是哦 其实我要教你 说放的快速键 可能会比较好 好 这个时候就不是按某头键 是按 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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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呢请用第一个工具选取工具 第一个选取工具 请选这里面所有东西 请一定要选到这个nymu 然后接下来群组起来 Ctrl加g或者是物件组成群组 好请问是不是就变成一个东西了 当你选到这个黄色的部分 它连字都选到一起了 好然后接下来 那你要抓咒 你是不是希望连这个衣服上面的字 要跟着有起伏的变化 好所以呢 我们先来请你知道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好向羊比较亮 还是背阳比较亮 向羊 所以怀音是在 是在那个向羊面还是背光面 背光面 可以了解吗 等一下你就不了解了 等一下你会说 好是为什么这边要不要黑黑的 好你不要把亮的地方 对我们说那边是不是有光 所以我这边比较亮 我这边比较暗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 因为我们就是透过高低的差异 来去 要加一些变化 好了 首先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为了你不破坏作品 你还可以重复使用 干脆你Auto接按住 Auto接按住 我们再去复制一个好了 这样是不是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了 这个东西你先拉到旁边去 为什么 这个东西是 假设 对不起我刚刚 这样 这也算设计吗 好 先给他还原一下 控制枪是一样 你看说哪一套软体不是Ctrl加Z 都是哦 每一套软体都是 好了 全部都选到Ctrl加G Auto加按住 好了 以防万一 等一下随便玩 好 首先第一个 选到这一个物件 选到这一个物件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物件呢 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 我们可以点选 物件底下 有一个叫做 风靠扭曲 以网格制作 以网格制作的意思哦 就是说 看你 看你 要把 就是里面 可以画成几格 如果是九宫格 九宫格就是二乘二 那四乘四的话 就可以画成二十五格 可以吗 就是中间有几条线的意思了 好 我们先选择十 十乘十 好 那我现在要简单的 简单的来去 讲 讲一下说 怎么画 怎么画 咒摘 咒摘 你看一下哦 现在字 长成这个样子 应该都很正常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我会希望说 这中间的字啊 那就是说 这中间的字呢 稍微 好 我现在要稍微 这个 中间 NYMT 我做一点波浪状 波浪状 所以呢 你现在要用这个工具了 去选 这里面是不是很多很多的点 对不对 当你用这个工具的话 是全部都选到 是选物件的工具 这个叫选物件 这个是选 结点 选 这里面 第一个 他这边都把那个结点叫做 毛 因为 结点是两个字 为什么定为特殊 就是有意义的那个毛 那就是一个 第一 他要一个字 这样显示 才会显示的比较快一点 第二个 那个毛 也是一个 一个特定的地方的一个点 所以 他是把这个点叫做毛 我们现在 用这个工具 选到这个字 然后呢 我假设往上移动 往上移动 往上移动 假设 假设我们先选到这边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隔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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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这一列我们不要动 这一列不要动 再隔一列 这一列 好 一样 也往右 好了 看得出来吗 这个衣服是不是要扭曲了 刚才这个字也跟着扭曲了 那我现在就要问你了 我现在就要问你了 我现在就要问你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哪里要比较亮 哪里要比较暗 哪里要比较亮 听得懂吗 好 其实我答案都告诉你了 在这个地方 我要 就是 这边不是这样子高起来 这边是不是这样子高起来 我把它上面我再做一下好了 这边有感觉 这边是凹下去的 这边是面 这边应该是比较亮的 这边是应该要比较暗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教你说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比较暗的一块 怎么做 画一个 用矩形工具来画 或者是 或者是我比较倾向建议你们 还是要多用一点钢笔工具 因为这个钢笔工具还蛮简单画 就是说从这个地方 画 画到这个地方 就画一个区块 画一个区块 这边代表颜色是比较暗的颜色 但问题是这个颜色不够暗 对不对 不够暗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填满 钢笔工具是不是可以这边画一个物件 好 画一个物件 所以直接把它颜色 这个颜色是要深一点 那你干脆射到 比如说黑色 黑色 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因为只是要暗的部分 不是要黑色 对不对 所以怎么把这个物件 跟下面这一层融合在一起 好 这一块画完了吗 或者是你画一个矩形好不好 填黑色 不用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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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画一个矩形 都可以 好了 我现在要把这一块 做成阴影 整是这种感觉 都是这样做的 好了 来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 好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把它做成阴影 第一个先做成模糊 模糊 模糊在这里 效果 效果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模糊 高湿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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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各位啊 选多一点 选多一点 好 确定 第二件事 因为这边黑黑的好像是脏了 对不对 好 我们要透过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我们 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这个物件已经做了一个特效 叫做什么 叫做 高湿模糊 它就变模糊了 模糊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 假设我们今天 就是 有时候睡眼心中 就看东西模糊的那个样子 可是接下来我们不能感觉 它是一个脏的东西 好 我们要让它 就是 变成说 我这边是 是棕色 就是 不是亮的黄色 是棕色 好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增加颜色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叫不透明度 不透明度 有看到 然后请把这个一般 改成叫做色彩增值 然后不透明度麻烦请下降 就是说到50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这个区块应该在什么地方 好 去调整一下 应该要再上去一点 因为这边是亮的 然后这边又要凹下去了 所以就可以再把这一个 这个区块 Auto接按住 往下移动到这边 有看到吗 我的荧幕就可以看到很清楚了 这边意思就是说 这边 这边是这样子 凹下去 凹下去这一块是比较亮的 然后这边的另外一边 它就是比较暗一点的颜色 这个解析度不是很好 但是我的 请你们画面看一下 就请你们看一下 这个解析度应该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当然请问一下 这边可不可以再做一下凹进来 这边也可以再做一下 这边也可以再做一下 例如说这一块 这一块 来 我们再做一下 你可以做很多块 对啦 问题都是同一个破浪 同一个破文 例如说这这一块 那你就要选 选这个节点 假设你要选 这一个点 这一个点 不好选 对不对 所以这边请你学 这个套索工具 套索工具 然后呢 然后 是不是可以这样选 选到这个节点 然后 你可以这样子去选 这样就选到一个 两个 三个点 然后呢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移动 把这些点移动 例如说 移动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边 是不是要有一点 那个 有凹下去的感觉 比如说 选到这个地方 好 那相对的 我这边就要有凹下去的感觉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又再继续用 钢笔工具 这边 我就随便去画一个 然后 记得把这个颜色呢 比如说调深一点 调深一点之后 直接做效果 模糊 高丝模糊 确定 然后 接下来 记得 这个 这个区块的颜色 不透明度 要改成 色彩真值 把不透明度 比如说 变成50 好了 可是 可是 我现在 我现在 最后 最后 有感觉吗 这边 是不是就是 这边 这样 波浪 这边是凹下去的 那块 好 我们现在 应该看的是 上课 范例 2 2 好 首先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 苹果 怎么画 对不对 苹果 你有没有发现 我只有画一个路径 画一个路径 好 所以我就画在这个地方 来看一下 怎么画 画这个苹果 好 而且我之后画到哪里 画到这边 稍微注意一下 开始的点 跟结束的点 在同一条直线上 好 我们现在来画一下 首先 第一 第一件事 我们要用钢笔工具 钢笔工具 怎么画这个苹果呢 首先 第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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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我要画这条曲线 我要画这条曲线 所以我的第一个点 我就直接按住 我要往左上角 按住往左上角 按住往左上角 拖曳 好 按住往左上角 拖曳 接下来呢 我现在是不是要画到 差不多这个地方 好 所以大概画到 大概平的位置 平的位置 然后呢 往左下 往左下 把那个 苹果 把苹果 这个地方 这边是一条 这条 叫做 我们在数学里面 就比较好讲 这叫切线 切线 这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人要这样子的曲线 所以这边会有它切线 接下来就是这边 这边 所以是不是要画过蓝 好 所以第三个点在这里 但是还没有到这条线的最 就是横切面那个地方 大概在这个地方 大概在这个地方 大概你画成平的 就是往右拖曳 接下来呢 稍微移到移到 你会发现一条直线 从这个点下来的有一条直线 看到吗 如果左边一点就没有一条紫色的辅助线 有这条紫色线 代表说你跟上面 你跟上面 这个点是在同一条直线上 这个叫智慧线 好 来 请顶一下 就画完了 这就是苹果的一个什么 一个简影 而且是一半 记住只画一半 简影知道吗 好 画一半 可以 好 这些点等一下大家也可以再调整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 因为你要结束不画了吧 这时候告诉 告诉illustrator说我不画了 所以点一下esc键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那个 你看你要画红苹果还是新苹果 好 所以请把内容 内容 内容 内容填成无色 在这边 这个面积的颜色 前景色 这我们都叫前景色 就是内容填色 改成无色 然后边边 边边的颜色改成什么颜色 红色 红色 可以哦 因为我先画一个 红苹果 红苹果画完 你们就自己去画 绿苹果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第一个工具 第一个工具选到它 有点像耳朵 苹果的那个 那些什么想法 好了 继续 我们要怎么样变成苹果 就很简单了 功能的操作 第一个效果 有看到效果 有看到效果 效果 3D 3D的效果 而且要选这个 选 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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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回转的时候 请你把浴室先打开 浴室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右 左侧 字 左侧 刚刚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它等于说是这样转一圈 这方向这样子转过来 就变成什么 被吃过的苹果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左侧改成 右侧 来 赶快改 苹果就画完了 右侧 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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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你看看你的那个光 它现在光是不是在这边 你喜不喜欢 可以吗 那个 光 如果你想改 那就调整它了 就调整 好 那 建议各位有空再去玩一下 我们现在不教 就是 就是 你希望那个 在左边一点点有光 好 这个去调整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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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上面 上面好像就是要画一个那个 那个 叫做 梗 是不是 好 那 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苹果 你想要再修改一下 好 那个 再点一点就很像你的椅子 好 那 可能 可能我还想要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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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一点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工具哦 这个工具 去修改 修改 看你是要修改哪一个点 修改这个点 还是修改这个点 好 例如说 假设我要往左边一点 我往下一点 类似这样子 你去做一个修改 这个也是有 这个也是有作用 好 接下来我们来画那个梗了 怎么画这个 苹果这个梗 好 那 首先 我们都是用钢笔工具来画 钢笔工具哦 好 所以 看一下 钢笔工具怎么画 这边 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 好 点 假设点到这里面 点到这个 苹果的正中心的话 那 那 你应该知道就是 它会出现一条 紫色的线 那叫 智慧线 好 点到这个 毛这个地方 然后 这个地方 因为我希望它是一个 有弧度的 有转 转一个弧度嘛 所以 这边按住哦 往左拖椅 然后呢 AUTO键这个时候 一定要按住哦 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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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 点一下 点一下 那个 对不起 我刚碰到它的那个毛了 所以 它就 帮我继续延伸来去画 所以 我只能 还原 还原 还原到 没有碰到那个毛 重画 好 我再随便一个别的地方 这边 顶一下 第二个点 按住 往左拖椅 看到哦 然后AUTO键按住 拉回来一点点的位置 然后 点一下 跟它稍微有点 AUTO键按住 准备 跟第一个毛结合 然后记得哦 这个颜色啊 这个颜色 我觉得要画颜色稍微比 比这个苹果颜色更深一点 更深一点 这个边边就不要了 好 然后呢 再把这个梗呢 比如说搬到这里面 好了来 教你们画酒杯 所以你看哦 酒杯怎么画 没有这个宽度 那种酒杯 那种酒杯 那你就只要这样子画就好了 可以吗 这边 这个点跟这个点 是要在一条直线上 可是我现在 我就是要有一点点厚度 有一点点厚度 你当时还要再加很多功 例如说 假设 假设 这个把它画成那个很浅的灰色 灰色 然后有光这样散下 然后呢 这里面这边放红色的液体 那就是红酒 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要画有一点厚度 好 所以你看 我是从这边开始画 好 好 我们来画一下这个酒杯 酒杯 接着酒杯怎么画呢 稍微移过来一点点 好 首先 首先 要用钢笔工具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你要会画画这件事 然后接下来呢 从这个地方 第一个点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AUTO就按住 移到这里 我只要一点点 我只要一点点 然后画到它下面 然后画到它下面 AUTO就按住 往下 剩下 剩下都是直线 好 画完之后呢 记得 YES 我只要那个边边 我只要边边 我只要这个锅 跟这个锅 是在同一条直线上 所以如果没有画 再稍微调整一下 可以吗 重点是要 你会画那个形状出来 那剩下只是一个功能的操作 所以怎么做 所以怎么做 效果 3D 回转 就做完了 对哦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做 这个 选到这个物件 效果 3D 回转 这个浴室 浴室 好 然后呢 不是左侧 要右侧 右侧 可以吗 可以吗 然后 确定 如果你觉得这个颜色 颜色太暗的话 我们来换一个 比较浅一点的颜色 浅一点的颜色 这样就会看得出来了 它那个杯子 它的一个形状 但是我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有时候呢 我们要把那个科技 科技的那种线条 不是很多线条吗 结构线 我们就是用illustrate这个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修改它 修改 修改 修改这个物件 修改这个物件 一定要选到这个 视窗底下有一个叫做 外观 很特殊 在外观里面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这边 3D回转 你一定要点这个 3D回转才可以修改 否则你就只能重做了 好 我再做一次给你们看哦 因为很多人 不太知道这件事 首先你是不是想要修改 这个回转的设定 那 那你会说 哎呦 那我们就直接再点效果底下 3D回转嘛 对不对 它会请你重新做 可是如果你是要修改 因为我只要看那个很漂亮的结构线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们要去修改之前的设定 所以就点选什么 视窗底下的外观 然后接下来呢 外观在最下面地方 一定会有一个 就是3D回转 这个外观的意思就是 这个外观的意思就是 就是刚刚你曾经所做过的动作 这边都记录 只是我不晓得它为什么翻成叫外观 像Photoshop它就叫做步骤记录 就是你记录曾经做过的步骤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 当浴室 对不对 我刚刚说 它其实有一个叫做结构线 那个结构线看起来是很科技很炫的 在这里 它叫做透视效果 透视效果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吗 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 像那个新台币上面有那个线条的纹路 就是类似 都是我们 我们不可能浪费时间在那边画一圈一圈一圈 对不对 或者是我知道像Photoshop它有那个变形工具 例如说你请它 假设你先画一个随便一个形 然后请它自转一百圈 就是为了画这种很特殊的结构线 这给你们参考一下 有这样子一个应用 好我就关掉了 因为通常我们比较少去画那个结构线 结构线 那9屏先不交了 这个另外一个主题 所以我们也快速做一下 你看我这边画的线 画的线 很简单 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下 首先 钢笔工具 你看我这边是不是只有画 你千万不要 你千万千万别从这个地方这样画一个封闭线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好 首先我们就先画 用钢笔工具画出来 你可以在我这边画 第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第三个点 第四个点 然后ESC ESC就是结束了 你知道我们在画什么 展示架 还有我们在画一个展示架 可是呢 你是不是希望直接延伸过去 对吧 就是在做这件事了 因为刚刚不是都在做回转吗 我们刚刚介绍那个转的功能 可是有没有可以延伸过去 有 可是你现在要先把这条线改成什么 出一点 这条线我们改出一点 因为很快就做完了 我们做一下 首先啊 这条线 可不可以设出一点 所以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用这个工具 选 选到这一个线 请把这个EPP改大一点 例如说 那个30PP 20PP 20PP 太多了 14PP 可是呢 这个PP 这个PP 请稍微注意一下 你会不会希望这个地方 这个线段 不要太尖锐啊 因为我们通常做 也是做那个 有点圆弧的嘛 比画吧 比画这边 这边这个端点 刚刚我点这14PP 比画 然后请把它改成圆 这个圆 就是 还有这个尖角 改成圆 就是 我不要 我不要 太尖锐 好 可是 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它现在还是一条线 它还是一条线 这是一个整个面积上 往那个方向来去延伸嘛 所以你必须先把它转换 好 怎么转 直接 这边有一个展开 展开 展开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要把它变成我实际的一个形体 所以这边点展开 然后直接点 确定 就是说 不管它有甜色的内容 全部都变成是 它要的 本来它只有很 很细的那条线哦 当你放大缩小 完全不会改变 可是当我现在只要一展开 就是物件底下的展开 确定 它就变成一个 有看到吗 这个物件了 重点我是要透过它来去做展示牌 展示那个架子 所以呢 效果3D 突出与斜角 浴室 你要不要再长一点 那个展示架 如果你要再长一点 在这边突出的深度 好 稍微大一点 好 这样 大概知道我在做 然后 如果你今天稍微旋转一下 因为 因为我们会希望那个 会希望 好 这边一定要讲光 因为 因为通常光这样子照过去就没意义啊 是不是要从这个地方照过去 这这一面要亮的 你不可能要亮的 你不可能站在那个 这边没办法贴东西 一定是这一面 我要贴东西 怎么贴 好 所以我们要调亮一点 那个光从前面打上去 好 那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更多选项 更多 一定要把那个光 光现在是不是从右边这样打过去 有看到 我是不是要改到左边打过来 看得懂 这个光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点移到左边 移到左边 然后 有 有比较亮了吗 有 好 确定 可以吗 那 展示架 你要做成什么颜色 那个 现在他们做出来展示架 都做那个电子式的 就是 它上面 它 它其实可以 illustrator 后面其实还有一个 叫做 After Event 我现在想说 明年如果有机会 我们来挑战一下 你就会发现 那个 反正就是 反正就开始玩一些 像大陆剧 像那个什么 之前被流行穿乐剧 像什么三声三四那种 迷雾流到 反正要美轮美奂 那全部都是 用After Event 后制作出来的 好 这些都是 它要结合 Photoshop 它要结合 After Event 全部都结合在一起 首先 我要先制作一个海报 我这边 我已经帮你们做好了 简单说就是一个 例如说 poster 或者是宣传的海报 反正就是一张图片 好 例如说 这一张图片 这一张图片 可是 可是 现在呢 你这里面 这边不是有一排工具吗 调射盘 好 然后 这边有一个叫符号 有看到符号吗 然后 有一个叫笔刷 然后有一个叫射票 我要请你点这个符号 符号 请问一下 现在这个档案里面 是不是已经有两个符号 有看到吗 这是我做的 我给你的档案 怎么样去建立符号 就直接把它拖进去就好了 符号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重复不断一直使用 好 所以直接按住它 拖曳进去 放开 然后呢 以我 我的习惯 稍微请你注意一下 这个叫做符号 什么什么符号 好 例如说 海报的符号 我想这个名称没有问题 可是重点是这个地方 请把它存成绘图 就是一个图片 图片 可以吗 因为 真的 我要告诉你们 C 以后的所有设计 都以 都以 就是 电子 像手机 网页 为主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边 第一个是个影片片段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是要改成绘图 然后就直接点选确定了 确定 好 这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 反正这边是不是看起来 应该是这一个是多的 海报一 它是按照名称来去做排列 好 请问一下 刚刚做好的这个展示架 有没有海报在这上面 没有 所以选到它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修改 如何修改 如何修改 上面有一个海报呢 所以一样 视窗底下 点选 外观 外观 外观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刚刚我们做这个部分 是用什么 3D的突出与斜角 是用这一个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点选它 3D突出与斜角 只有这边才能修改 否则它就会问你说 你是不是要再增加一个突出与斜角的一个设定 好 我们就点它 记住哦 一定要是在视窗底下 点选 外观 在外观 外观视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3D突出与斜角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叫做 有一个叫做 这个 对应线条图 对应线条图 可以吗 对应线条图 对应线条图 然后接下来 大概在第十一、十二了 因为它都先做短的 好 所以 第一个 是不是这个侧边 它是不是有一个 紫色线 呈现给你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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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应线条图 另外一个紫色边 有看到哦 第3 第4 第5 第6 第7 第8 那这个是哪里啊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 后面那一层 后面 看得出来哦 第8个 第7个是后面 看得出来吗 好 所以 不是它 我们要选到第几个 再往后选 这边 反正也是很大的面积 第十二 第十二 是不是就是前面这一块 前面这一块 有看到那个红色线 有看到哦 好 就是它 这一块 可是你是不是要把那个 符号加进来 所以我刚刚说 为什么要加符号在这里 加这个符号 才报一 那 你有没有发现 刚好贴颠倒了 那个海报 只要转一个方向 所以呢 你就在这个地方移动 最好是加按shift的键 有没有好像贴到满板 稍微缩小一点 就这个套 然后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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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车直接贴进去了 那么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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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我已经帮你们做好了 简单说就是一个 例如说poster或者是宣传的海报 反正就是一张图片 例如说这一张图片 可是现在你这里面 这边不是有一排工具吗 调射盘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符号 有看到符号吗 然后有一个叫笔刷 然后有一个叫射票 我要请你点这个符号 符号 请问一下 现在这个档案里面 是不是已经有两个符号 有看到吗 这是我做的 我给你的档案 对不对 怎样去建立符号 就直接把它拖进去就好了 符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 重复不断一直使用 好 所以直接按住它 拖曳进去 放开 然后呢 以我 我的习惯 稍微请你注意一下 这个叫做符号 什么什么符号 好 例如说海报的符号 我想这个名称没有问题 可是重点是这个地方 请把它存成绘图 就是一个图片 图片 可以吗 真的我要告诉你们 以后的所有设计 都以 都以 就是电子 像手机啊 网页啊为主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边 第一个是影片片段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是要改成绘图 然后就直接点选确定了 确定 好 这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 反正这边是不是看起来 应该是这一个是多的 海报1 它是按照名称来去做排列 好 请问一下 刚刚做好的这个展示架 有没有海报在这上面 没有 所以选到它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修改 如何修改 如何修改 上面有一个海报呢 所以 一样 视窗底下 点选 外观 外观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刚刚我们做这个部分 是用什么 3D的突出与斜角 是用这一个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点选它 3D 突出与斜角 只有这边才能修改 否则它就会问你说 你是不是要再增加一个 突出与斜角的一个设定 好 我们就点它 记住哦 一定要是在视窗底下 点选外观 在外观 外观视窗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3D突出与斜角 然后 接下来 有一个叫做 这个 对应线条图 这浴室要打勾 这浴室要先打勾 然后 这边有一个叫做 对应线条图 可以吗 对应线条图 然后 接下来 大概在第11 12 因为它都先做短的 好 所以 第一个 是不是这个侧边 它是不是有一个 紫色线 呈现给你 第二个 第二个 是另外一个 紫色边 有看到吗 第3 第4 第5 第6 第7 第8 那这个是哪里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 后面那一层 后面 看得出来 第8个 第7个 是后面 看得出来吗 好 所以 不是它 我们要选到第几个 再往后选 可能这里是很大的面积 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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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是前面这一块 有看到那个红色线 有看到 好 就是它 这一块 可是你是不是要把那个 符号加进来 所以我刚刚说 为什么要加符号在这里 加这个符号 海报1 好 那 你有没有发现 刚好贴颠倒的 那个海报 只要转一个方向 所以呢 你就在这个地方移动 最好是加按shift的键 有没有 好像贴到满板 稍微缩小一点 好了 然后确定 确定 确定 有没有就直接贴进去了 现在 现在 因为我还是要教每一点立体的东西 这个 纸箱就是一个很典型很典型的代表 好 这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希望说你们一定要会 因为立体的概念很重要 首先 首先 请先画三格矩形 第一 先画第一格矩形 你不要画圆角矩形 就直接画矩形 第一格矩形 假设画到这样子 矩形的 里面的颜色 那你要不要设成一个灰色 好了 反正这样有颜色就好了 那个边框黑色边都可以 可以吗 请你先画一个矩形 然后跟上 先画好矩形 接下来呢 我们要画第二个矩形 怎么画 不要画正方形 正方形 有啦 有那个 正方形的画 那个 盒子的展开图 盒子的展开图 如果是画正方形 上面还有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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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对折 再对折 85度C 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你们都有吃过85度C的蛋糕吧 下次研究一下 它是 它是只有这一块是正方形 旁边那些它就是设计有那个圆弧形 然后 就是你拆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就是设计 好了 接下来画第二个 第二个 因为我们要一模一样 所以左手按住Auto键 把第一个 往下拖曳 拖曳到这边 是不是两个一模一样 再来 Auto键按住 拖曳到右边 三个 应该都有看到那个辅助线吧 所以你应该不会画弯 这也是它的创举 这样抠做它就没有这项下定 来 赶快画好三格 而且那盒子 你不能把它拆掉哦 只要印在一起的 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要画这个盒子 可不可以 好 接下来 最好最后 你把这些 因为等一下它要顺便教你光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两个 比较亮 这两个就比较暗 我光从这边照进去 那会说这底层 底层 颜色最深 最好是把黑色线 黑色线条拿掉之后 你还看出来 这是盒子 那你就画成功了 好 那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透过这个工具 我们要去变形 变形 所以选到 这些格点 这个物件的这个点跟这个点 对不对 这个物件的这个点跟这个点 这个物件的左边那两个点 选到了 往下 用方向键 往下移动 往左移动 有感觉了吗 已经画好了 左边那个面 还有右边那个面 稍微往左边一点 稍微往左边一点 我只选到中间的这些点 我用这个工具 是不是可以选到部分的点 对不对 选到这边 这些点 为什么感觉这边的比例跟这边比例不一样呢 好了吗 好了 好了 接下来 真的我们都是善用这个工具 请问 我们先画那个 下面 下面这一个面积 我们先去画下面这一块 下面这一块怎么画 好 那 选到这两个点 这样选不好选 我建议各位 我建议各位 直接拖曳这个路径 直接拖曳这个路径 因为可以选毛 也可以选这个路径 直接把这路径搬过来不是很快吗 一个毛就等于选到 而一个路径就等于选到两个毛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哦 这是不是选到上面了 这样做是不是做到上面了 对吧 所以呢 所以呢 是不是要把 我们先把那个 内容啊 内容先不填字 好了 不然等一下你根本就看不太出来 你到底画哪里 先把这所有的 所有的物件的内容都拿掉 好吧 所有的内容都拿掉 请问我现在画的是不是最上面 可不可以把这一块整个拿到下面去 可以吗 我下面是不是就画好了 因为有颜色会让你产生错觉 有颜色你就不知道怎么放下去了 但是我把颜色全部都拿掉 下面那一块画好咯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上面这些盒子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要做上面这一块 上面这一块 好 所以 在这个地方我先选到这个物件 然后编辑 拷贝 然后编辑 贴质 相乘 然后用这个工具 这个 这个工具 直接把下面这一块 直接 直接选到下面这个路径 搬到这个地方 看得出来吗 因为 你就是有一个地方不动的 像例如说 这个地方不动 你就是动对面那一条线 那相对的 这一块也是 这一块 编辑 拷贝 编辑 贴质 上乘 然后接下来用这个工具 把下面这一块 翻到这边 哇 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的形状 真的 萤幕上面那个形状 会让你们看不太懂 这样会比较容易看懂吧 为了让你们看懂 我看一下 为了让你们看懂 那怎么比较容易看懂 我现在还缺 这一个面 的盒子 对 这一个面 的 下面那个盒子 对 可是我真的要告诉你 那个病病 已经严重跑掉了 你看一下 借我一下画面 有没有 有没有 严重跑掉了 好 来 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是不是要继续画这上面这一 这一面 上面会有一个 盒子 所以 选到 这一块 选到这一块 然后 编辑拷贝 编辑 贴质上乘 然后 接下来用这个工具 直接把这个路径 翻过来 这样子 这一边就 接下来剩下这一块 这一块 最右边 一样 编辑拷贝 编辑 编辑贴贴质上乘 把下面路径 翻过去 接下来我们分别填颜色 就在考验你了 最深的就是这个底色 最深的就是这个底色 所以 首先 先选到最下面这一块 最下面的这一块 好像不太好选 好吗 好吗 如果这个时候你们该怎么选到最下面那块 选不到吗 怎么办 选不到最下面那块 为什么 因为 你选这一条线 它是选到这一个侧面 你选这一条线 它是选到这一面 你选这一条线 它是选到这一面 你选这一条线 它是选到这一面 如果你选到最下面怎么办 我们要什么方法,还是就跟老板说,没关系啊,那边不要填颜色。 我们的老板就是谁付你钱,就算老板。 那个设计,设计都是这样子讲的。 好,先全选嘛。全选,然后分别填一个颜色。 这样是不是就全部都选到了? 然后直接把这里填一个颜色。 你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可能选到最下面这一块? 有啊,这样就选到了。 听得懂我的意思。 刚刚就都没有内容填色,所以真的选不到。 好,那你随便都加了一个颜色之后就选到了。 我们,我在训练,我在训练就是,我们来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先学黑到白色。 就是我们先学那个黑到白,再来学那个,例如说红色的变化,绿色的变化,蓝色的变化之类的。 好,我们先来学,最下面的颜色嘛,最下面的颜色,我们填灰色。 所以建议是用这一个色票,用色票来找。 色票这边稍微往下一点就有灰色了。 这边不是用一排灰色吗? 好,那因为我希望颜色是最深,最深也不能深到黑色。 对不对? 好,所以呢,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假设我选择这个颜色,可以吗? 接下来上面每一个区块颜色都要比它亮。 好,接下来呢,哪里是第二深的颜色? 比如说这一块,这一块颜色,所以我刚选到这一个颜色,所以我就选它。 好,这一块呢?我就选到它。 好,然后接下来这个是里面。里面。 好,因为这边的颜色,这边的颜色,跟这边颜色其实都蛮亮的。 好,下面,下面这一块跟这一块,假设光这样照过去的话,这边颜色都比较接近。 那哪一块颜色会比较矮一点? 因为这边最上面,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最上面,所以它颜色最亮。 好,所以颜色最亮的这两块呢?我们给它,例如说,这个颜色好了。 好,那接下来,就是这两块的颜色,其实可以跟这里面的颜色一样。 就是选择最亮跟刚刚,最亮跟刚刚,这边的颜色还要再亮一点。 好,这边的这两个地方的颜色就可以用它这边的颜色。 好,我只是要告诉各位,一个箱子加上颜色之后。 它就变成有深度,这3D核子的方法。 然后顺便去了解一下颜色的配置。 但是,单色完毕,还有红色,然后绿色,然后蓝色。 甚至,如果说你要走印刷,那你就要去玩C,M,Y,K,K是黑色。 C是阳红,阳红色。那M,Y是黄色。那M的话,应该是叫做蓝紫色。蓝紫色。 好了,盒子画完了。 你现在是不是要画这上面这一块。 我们先画后面这一块。 现在这一块的后面。 好,来。 我们继续画,完成这一块。 那这一块怎么画? 这一块的话,你可以选到,用这个工具。 选到这个,这个路径。 你至少留一个路径。 好,选到它,然后去做编辑拷贝。 编辑贴贴贴向称。 这样就有两个了。 这边有看到吗?有两个。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重点是,你要用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针对这一个路径。 这一个路径。 这一边,这一边。 拉上去。 可以吗? 那你在移动的时候呢? 你在移动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要看交集出来的那条线。 接下来画后面这一块。 所以选到这个物件。 底这个物件。 一样,编辑拷贝。 编辑。 贴置向称。 然后接下来,用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 把这一边。 因为这边要定子不动。 所以就剩下这个地方了。 对不对? 按住它移上来。 我好像搬错个。 好像画得有一点偏。 不过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 去微调某一个毛顶。 其实当你今天在画到最后的时候, 这个地方啊, 建议稍微要往下一点点。 就这边这三个顶。 最好是整个往下降一点。 在视觉上面会比较好看。 这个。 我现在都还没有填色哦。 看得出来我这要画什么东西哦。 真的, 它比例好像跑掉了。 真的, 一定要多做一点这样子的训练。 因为它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工具, 你有看到吗? 这个工具。 你不要点哦。 你点了, 你会后悔, 你根本就不会弯。 这个工具, 你不要点它。 透视隔离。 例如说好了, 我们那个, 顶, 顶尖只能从大楼, 四方行程六七层楼, 对不对? 我们来把它, 把模拟变成八十层楼, 这个透视工具, 它就可以做到这件事。 就是, 你只要有基本的五层楼, 它就把五层叠上去, 一直叠,一直叠, 去模拟出来。 我一直能想要做这件事情。 到时候, 到时候就是, 那个, 国立阳明大学, 什么? 顶尖, 每次都忘记那栋大楼叫什么? 你们应该知道叫什么? 叫什么名声? 守仁, 守仁, 王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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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他叫守仁, 那我然后再改个屋, 上面, 我做了好多好多, 我觉得爱笑我应该被颁奖吧, 我的脸书上面动不动, 就写是国立阳明大学, 你们多宣传一下, 多打一个那个take, 不然, 真的别人都说, 杨明大学在哪里? 好了,這個放大就可能會有點偏差 所以可以再做一點精細的微調 我們來再學一個這個湯圓 今天湯圓怎麼畫? 我覺得今天上到六點可能都上不完 我要教你們的 這個在課程,在我們如果是聚將來去設計 這都已經算是進階,而且都是屬於 反正假設你今天願意花三四萬 然後來上第二階段的課程 好了,畫這個湯圓 我們開一個新檔來畫好了,好不好 開一個新檔,總開檔案新增 來,請點檔案新增 在線條圖和插圖 然後請選擇 請選擇A4 如果你不能選A4的話 就要自己輸入寬度跟高度 然後接下來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湯圓一碗,那個碗怎麼畫 首先我們先畫出一個橢圓形 先畫出一個橢圓形 這個橢圓形呢,這個橢圓形 我們先畫那個邊框就好 邊框,所以把內容填成五色 好,有一個橢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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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橢圓形 去把它縮小 而且要同比例縮小 所以加上AUTO跟SHIFT 然後接下來 建議各位 把下面 就是這邊要 這邊要小一點 這邊要稍微大一點 這在視野上面 是這樣子的一個編排 越接近我們的地方 是越粗的 雖然它是一樣 這個碗一定是做成一樣的 接下來 接下來 一樣選到最外層這一個 然後去做 編輯拷貼 編輯貼字上層 然後請把它 一樣 同比例放大 AUTO加SHIFT 只要AUTO就好了 畫出一個正圓形 正圓形 AUTO加按住 如果 你有感覺到了嗎 就是我們吃飯那個碗 然後上面我不要 等一下我們要用那個形狀工具 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要做那個 下面手拿碗的那個地方 所以 所以 我個人是比較傾向建議 做這一個 然後往下移動 同比例 就按...?就按AUTO就按 按表 BT上面に極度 往中心 For exactly 不然做出來 那個比例 大小 還有...會跑掉 那個紫色線很重要 所以呢 选到这一个 其实我一直都是围绕在一个 一个椭圆形来去做编辑拷贝 编辑贴至上层 然后往下移动 来去AUTO建案柱缩小 拖曳它不是有四个点吗 八个点去做缩小 接下来重点是这一块 这一块 等一下要去干扰你的是这一块 假设我里面要画很多汤圆 那汤圆不可能满出来 它不像饭 饭是可以满出来 汤圆不可能满出来 所以这一块我往下降 放在这边 好了 所以我现在要用到是这一个 这一个椭圆形 就是里面这一个椭圆形 然后编辑拷贝 编辑贴至上层 然后往下降 好我要准备删掉一些我用不到的 有些线条我用不到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把我用不到的线条先删掉 所以等一下你就看我怎么样去删 各位了解 反正其实我画出来不是这样细细长 这个上面是用不到的线 等一下我就用形刷建立工序 然后按桌头线来刷 线条就没有 请问这条线也不需要 对不对 这条线也不需要 这一条线更不需要 这一条线也不需要 剩下都都是要的 好 我先删掉我不要的 我再讲一次我不要的线 这一条线我一定不要 对不对 那往上面怎么会有一条线 对不对 当然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一条线也是不存在的 就算要你也是画曲线 因为是我们看不到的线 再来这个 汤的那个深度 这条线是不存在的 因为被这边碗盖住了 所以这条线不要 这上面要是有线 那不就是裂缝 代表是那个碗是碗的 好 所以第一件事先选到全部的这些 线条 然后接下来用这个工具 形状建立工具 首先LOTO先按住 我先把用不到的线拿掉 所以这边 还有这条线拿掉 这条线拿掉 这个 这里面要是你不好选 不好选 你可以放大一点 放大知道吗 放大这一块 然后再来去删掉这条线 然后再来去删掉这条线 好 然后接下来你就要加 这是碗的内圆 这是汤 这是汤 然后这上面 上面这是碗的那个边缘 对不对 这个是碗的外侧 这是碗的那个底 你可以分别填你喜欢的 通常就算是白色 我也会给它加一点点淡淡的黄色 例如说内容的部分 内容部分 我选择 用这个 用色票比较快 然后呢 这一块的颜色 假设我也填黄色也没有关系 然后这是这个碗的那个里面 里面 好 这边假设我点一个白色 白色的感觉好像就是没有甜色 然后这 这是不是汤的部分 假设我用一个蓝色 这是碗的内圆 碗的内圆 我也填黄色好了 另外一种黄色 可以吗 这样一个碗是不是就画好了 真的我这边看的我录制的是碗 这个你看起来就是咖啡杯 那个儿童乐园里面的咖啡杯 因为我要画那个沙滩上面那棵树 因为我要画那个沙滩上面那棵树 因为那棵树也很好玩 因为我们通常在画这些东西 还有香蕉 快点快点 我一定要教完那个香蕉怎么画 因为这是它里面的精髓 第二阶段一定要画 画到那个介绍网合工具 这是我去年我就讲的 来画面就用一下 来我先把这个碗先群组起来 然后缩下 觉得这样 其实这样我的碗已经 我在我电脑上面看已经变形了 可是在那边看居然是ok的 好继续啰 我们刚给各位的范例里面 其中还有一个椰子树 椰子树 我们来看看这个树怎么画 树怎么画 其实稍微注意一下 我右边都已经画好这些东西了 而且我的重点是笔刷 笔刷 我这里面都定义好了 如果你等一下跟不上 你干脆就直接用我做好的笔刷 可以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椰子树 怎么画 好 首先 为了要画这个椰子树 我们要先学会画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 怎么画叶子呢 我们先画出一个椰圆形 你有没有发现我的叶子啊 我的叶子有两种颜色的搭配 你有看到吗 两种颜色 更小的一个 所以呢 所以我们 Auto键按住 拖曳过来 这样是不是有两个一模一样 可是我要小一点啊 所以请把这边缩小一点 就是以大小来说缩小一点 就是以大小来说缩小一点 还有 我要把它删掉 删掉 那删掉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我们这边有一个笔 我看那支笔放在什么地方 我们这里有一种特殊的笔 这个 第十二个 第十二个 按久一点 有一个美工刀工具 美工刀就是 你就想 你拿到美工刀 是不是可以去剪割 好 直接在这个地方 拖曳到这个地方 对不起 我稍微放大一点给你看 我在做什么事 就是这个物件我要小一点嘛 刚刚说我要稍微小 就比它小一点 然后呢 我现在用这个美工刀工具 从这边直接沾到这个地方 好 那因为我刚刚已经做过这件事了 所以它这边就被我剪断 好 我要把它放在这里面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好像剪太 太短了 所以 剪到这个地方好了 然后接下来把下面这一块 搬到这里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边是两种颜色 例如说 这边假设我填成绿色 然后这一块呢 我就填成更绿一点的 好 这样等一下画起来会比较漂亮一点 好 不过现在不管你是什么颜色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等一下的定义 稍微注意一下把它定义成 例如说要依色调去做显示 这是第一片叶子 那我们不可能一片一片在那边画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它在这个地方提供了一个笔刷工具 直接选到这个 两个物件 这个可以删掉了 选到这两个物件 然后呢 然后在这个地方 笔刷在哪里呢 一二三四 这个笔刷 这个笔刷 然后你可以去新增笔刷 我们要新增的是那个线条 为什么讲线条呢 就是说我们今天画出一条线 画出一条线 好 因为等一下你画那个叶子 就一条一条这样画 好 所以我们用线条来去画 然后呢 请稍微注意一下 请稍微注意一下 通常我们画画的一个习惯 假设你要画一片叶子 一片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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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是从这个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树干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枝 你一定是用枝往外画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所以这边 我们一定是用枝往外画 所以一定是这样子的方向来就画 好 清养成习惯 你不要一下有左画到右 一下从右画到左 就是一下从枝画到外面 一下从外面画到枝 所以一定是选这一个 就是 就是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是这样选 就是一定是从这边画出去 好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可以再设更嫩一点的颜色 好 那我们就不精细的来去画 然后再过来还有一个设定 这个地方上色的方式 麻烦请选设调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要画颜色深一点 颜色浅一点 颜色浅一点 好 射掉 然后确定 好了 那这个 这个笔刷就可以删掉了 不是删掉这里面的笔刷 是删掉你刚刚做图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来去画 这一个 来去画这一个 好 这一个 那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 我们 我们一样 请你先 例如说 看你要不要画一个 椭圆形 一个很细细长长的一个椭圆形 好 把那个枝的颜色 射成更深一点的绿色 更深一点 这太深了 更深一点的绿色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画那旁边的页 请你超过这个地方 不要画 这边也不要画 好 我们现在 笔刷工具的话 清一色统一 都是用这个工具来去画 这边有一个 就是 绘图笔刷工具 绘图 123456789 第十个 然后请选到 刚刚做好这个笔刷 然后呢 从这边画过去 那 你现在画什么颜色 你现在画什么颜色 这很重要 所以呢 所以呢 麻烦请你先把这个地方的颜色先定好 比如说假设我画绿色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要设这一个 要设这一个 确定 可以 可以吗 这样去把它换完 这是你的第一个 那你也可以把这边的颜色 稍微设别种颜色 然后再加上去 然后再加上去 这样是不是有整次的感觉 那如果这边 这边稍微画多出去一点 你就选到它稍微变小一点 可以画多一点 然后 往右 这样就收回来了 标准一下 可以吗 多加一点 也是 用笔刷 用笔刷来继续去画 好了 假设这个我们画好了 我们又要再去选到它 很长 很长 然后一样把它定一层笔刷 笔刷 所以 直接选到这个物件 然后新增笔刷 一样选线条 因为等一下这也是 直接这样画出来的 好 确定 然后接下来 方向一样 我们是这边这种树干 开始往外画 好 好 然后 接下来呢 这个上色就可以 不用去设定了 这个上色的部分 就可以选择 因为这整条这个颜色 这样子 如果都变成同一种颜色 也不太好看 好 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们 这个就可以先 这个 这个 先放到旁边去 好 现在又用笔刷工具了 这边刷一下 对不起 我要选这一个 这是刚刚做的 一刷 你看 是不是好多好多叶子 就是我们在画一些植物的时候 大概都是这样来去画 好 好 好 继续再一跳 这个 这个 这个一定要交完 就是 就是这个 一定要交完 这样 这样一个 好 一个 树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就画 然后把背景 建成 比如说 接近 红色的黑色 就是夕阳西夏那时候的颜色 好 继续我们来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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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困难 所以请 如果可以的话 动走 做一下 或者是你就直接用这边 用这边 都有 我们画四个 椭圆形 四个 椭圆形 第一个椭圆形 填一个颜色 填一个颜色 让黑到白都无所谓 好 填一个颜色 然后接下来 再画 第二个椭圆形 再画第三个椭圆形 就是我们要这样 一圈一圈的这种感觉 再画第四个椭圆形 是不是有大小的差别 对不对 然后请把这四个椭圆形 排到一条直线上 会不会排到一条直线 所以在这个地方 对齐工具就很重要了 对齐 直接 选好四个物件 这边用对齐 选到这个 水平G中就好了 水平G中 可以吗 四个物件 四个物件 那接下来 这边渐变到它 因为应该知道植物 植物的要发展 应该是渐变的 对不对 渐变 变小 稍微变大一点 再变到更大 好 那我们来看看 首先 渐变工具在什么地方呢 这边像我都不喜欢 首先 渐变工具 在这个地方 渐变工具 第一个 这边渐变 再倒数地球 是色彩上面一点 这边 渐层工具的下面一个 渐变工具 渐变工具的使用就是 点一下第一个 再点一下第二个 那如果你希望这个渐变的数量增加 数量增加 那你就快速点两下 请把这个平滑颜色改成指定阶数 例如说改成 6好了 增加一倍 这阶层数就会增加了 就是 就是这边一圈一圈的颜色 就会增加很多 好 选到它之后呢 选到它之后 麻烦 那个部件 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件事 就是展开 确定 它就变成各自独立 一定要各自独立 是因为 等一下也许你拉的多长 这不一定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还有一件事要做 就是解散群组 物件底下的解散群组 接下来呢 这边就变成一个各自独立的物件 本来它是群组在一起的 好 你不可能很多个物件 渐变成一个物件 好 然后接下来选到它 选这一个 再点这一个 这样就渐变了 那渐变的数量 如果你不喜欢六个 这样可以去调整 一样的动作 物件你要去做 展开 展开完毕之后 物件你要做解散群组 再来最后一件事 重复的动作 一样做渐变 选到它 然后再选这一个 好 如果你觉得渐变数不够 你可以射到 比如说十个 然后重点是 把它定义成 笔刷 一样线条笔刷 确定 我习惯是从下面往上画 就是从图里面出来的树干 好 确定 那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上色方式也可以用色阶 或不用色阶 反正你指定什么颜色 它就是什么颜色 比如说我用色阶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我就可以直接翻到右边去了 好 那我一样用笔刷工具 笔刷工具 在这边 然后呢 选这个笔刷 好 所以我选笔刷工具 这个笔刷 然后从这个地方这样子 画到这里 它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它画完了 只是因为它填的是白色 所以 这条线应该要填什么颜色 咖啡色 树干 树干 所以选到咖啡色 可以吗 这是提供根本参考一下 那 你们 应该知道它应该移到什么地方 最下面 所以物件 帕利尔顺序移到最后 好 这里有空的时候 自己回家再慢慢去画 你会觉得 还蛮喜欢 玩这些东西 我现在呢 我要去画这一根香蕉 那当然我们在画这根香蕉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这根香蕉是别人拍的照片 对不对 那我们在illustrator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做到 那个色彩 重新配色之后的一个情形 我觉得还蛮漂亮 值得 值得你 就是花个十分钟 这十分钟了解 这个网格工具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还是要用钢笔工具 来去把 这个香蕉的形先画出来 好 所以我就先用钢笔工具 如果你真的不会画 那个曲线的话 你就多点几个点 所谓多点几个点 就是 就是沿着它那个边边 沿着它的边边去画 好 那刚刚因为像我会曲线 所以我就直接这样 拉一下 然后记得透过Auto键 然后假设到这个地方 用拖曳的方式 然后Auto键 然后接下来到这里 用拖曳的方式 然后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点到这边 好 再画完这一条 这个线条 如果我们不满意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稍微修改一下 例如说把这个把手 稍微往下调整 对不对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把这个把手稍微调整一下 就是我们先有一个 在相交的一个形状 如果真的你不会画 那你就用点的 来不及点了一百个点 那个形状不会跑掉 可以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不会画 你真的就用这种工具 点点点 点点 越多的点 你看起来就是像那个原型 你看 我都不用拖曳的 我都是用点的方式 但是我不能一刚开始 我就教你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好快速点两下 你要不要发现 这边 这边 是不是也还不错 这样可以了解 这点点点 多点几点就好了 好先沾掉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有这样一个形状之后 好 这等一下我们都可以 都可以就是说 去做遮罩用的遮罩 那接下来呢 我现在我要去画一个 就是矩形 画一个跟这个香蕉 差不多 长宽的矩形 然后把它的颜色 例如说香蕉颜色是黄色 没有问题 那最好是吸这里面的主要的颜色 什么叫主要颜色 太亮颜色也不好 太暗的颜色 这边不是有一个太暗的颜色吗 那所以我就选这边 当然这边是亮色 有看到 这边是亮色 然后这边是暗色 这边黑色 那是属于例外颜色 那你可以选择在亮色跟暗色的交界 然后接下来呢 请把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 这个不透明度 色成 例如说50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填完颜色会很漂亮 可是重点 重点我要看到下面的参考色 这边 你多多少少要知道一件事 这边有点半青色 这边有点我不喜欢黑色 你应该知道这个白酒了 它就变黑一点就出现 可是我喜欢那种深咖啡色 我不喜欢那种黑色来去搭配 好 所以我这边我会放青色 这边我会放深咖啡色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直接透过这个网格工具 网格工具 好 然后在正中间的地方 或者是上面一点点的地方 点一下 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产生了 就是说四块 四块 好 不要一刚开始就点很多个点 到时候会很难调整 所以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把这些点 这些点 例如说往下调 调整到这个地方 那相对的 这个点是要移到这边 我尽可能的 尽可能的 尽可能的先 把这个毛摆到这条线上 那相对的 这三个点 是不是要摆到正确的位置 正确位置 所以呢 这个点就应该 这个点就应该摆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点就要摆到这个位置 可是 相对的这边这个把手 要把它射平滑 那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 我建议各位可以画大一点 因为到时候 我比较大一点点区域呢 会被它整个限制 我最后我的香蕉大小只有这么大 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通常这个毛点可以拉到外面一点 然后这个毛点可以拉到外面一点 拉到外面一点 我会做大一点点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毛点是不是要直接把它 画到这边 那这个毛点 那这个毛点 也必须要动手 因为 为什么这边要多一条线 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光源嘛 的一个转折 好 点到它 然后稍微画平滑一点 这个点要 这边还没有搬 这边 这个点是不是要搬来这边 这个点要搬来这个位置 这个点要搬来到这个位置 好 可是我要外面一点点 也就是大一点点 所以接下来把这个把手 画来这边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 接下来这个 这个毛点 是不是要画来这边 这边 这一条线 好 这边 是不是看到这条线落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把它调整到这里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地方是要画一个绿色 绿色区块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呢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直接在这个地方 网格工具 这边 加一下 你一定要 最好是在那个线条上面加 线条上面加 不然到时候 假设你在这边加 你看 变成多增加好多区块 越多区块 其实你调整 会越吃力 接下来这边 比一下 好 这边我要加点青色 所以怎么加 用这个工具来选会比较好 选到这个区块 的这三个节点 然后 请把这三个节点颜色 点到这个青色 它这样撒下来 这样撒下来 我先把这个区块的颜色 我们先用百分之百 让你看一下 这个物件 百分之百 它大概是长 这个样子的一个色产变化 可是你放心 等一下它会 只取出这个形状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当我今天 我的香蕉大小只有这么大 对不对 我就直接去做 对不起 那香蕉 我这个香蕉要把它放到最上面 移到最前面 然后接下来 这是我香蕉的大小 然后接下来 选到这些东西 然后Ctrl加7 有看到吗 这样我的香蕉的一个形状 只有这边 好 我只是为了要告诉你这件事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选到这几个点 这几个点 对 还有这整个颜色 我先把它改成50 不然我等一下看不到 底下的色产变化 所以这边是一个绿色 所以我这边 我的这个绿色 建议各位 应该是要选 稍微淺一点的绿色 什么叫淺一点的 就是比较接近白色这边的绿色 那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那种 深咖啡的颜色 所以呢 我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一样网格工具这边点一下 然后 可是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的颜色 现在这个颜色 应该是要 假设我先取消 不要做任何选取 然后接下来 这个 前景的颜色 这个应该是 先吸到这边黄色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就增加这个网格 这个地方要 很深的咖啡色 这边再点一下 好 我只希望说 它的黑色的变化 只有在这边边 所以呢 一样 选到 这些点 把颜色 设成深咖啡色 越深越好 你现在看不出来 是因为说这个不透明度是50% 好 然后接下来 这边颜色 是不是比较快 这边选择的方式 就简单多了 就是 假设如果说 我们要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折线 那它的做法是这样子 就是直接透过网格工具这边 在这个毛的下面一点点点一下 好 然后 接下来这个颜色 刚刚没有调整 不过没关系 我们现在来调 这边的颜色 现在我只有选到这一块 这边的颜色 我希望是调成亮一点 亮一点 就是往左上角这边 往白色这地方跑 这边颜色要亮一点 这边的颜色 我现在等于说选到1 选到这个面积的话 选到1 2 3 4 4个基点 然后 一样颜色 假设我选到这边 这个颜色 那这边的颜色 我就要深一点 所以 选到这一块 选到这一块 我现在选到的是哪里 点一下 我只有选到这一块 这一块的面积 所以我要选择 例如说先吸颜色 吸到这边的颜色 可是我要把颜色调深一点 深一点就是往右下跑 那相对的 一样选到这一块 这一块 好 一样把这一块的颜色吸管工具 吸到它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来做一件事 就是 我只取这个香蕉的形状 好 因为我已经把这个放到最上面 所以呢 直接选到这些内容 直接做Ctrl加7 可以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根香蕉 我先把它放成100% 100% 你有看到吗 大概一个 这边折痕这些都有出现了 好 可是我只要 这个香蕉的形状 这个香蕉的形状 好 选到它之后 彈做加7 可恶 第二次了 因为我刚做了一次了 他只讓我做一次 所以我就變成我要再重新畫一次 再稍微等我一下 這邊 Auto 現在按住 我等一下再去調整 好吧 下一個極點 然後接下來有了這一個 其實剛剛這邊應該是可以做 我忘記了 把他轉過來轉一個方向就好了 這是我要的香蕉的形狀 然後選到他之後 Ctrl 加7 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事嗎 這就是畫好的那個香蕉 香蕉的那個物件 我剛剛最後 最後是不是那個香蕉那個形狀 記得它不可以有填內容 這個香蕉 只能取這個邊框 這個邊框 然後接下來呢 選到這兩個物件 選到這兩個物件 Ctrl 加7 Ctrl 加7 好吧 那我就只要還原 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反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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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個物件反轉過來 然後 變成說這邊 是那個香蕉的 頭 然後這邊是它的尾 然後這邊這條線路是很明顯的 当它再花很多时间来去继续的来去画这些内容 这就是网格工具要告诉各位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好,所以如果说你们日后有机会的话 其实应该要多花点时间是在这个网格工具上的位置 那我想我们就先上到这个地方咯 希望你们以后就是有兴趣的话再可以 谢谢